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天津古文化街台湾妈祖联谊会 欢迎仪式的现场 那从17号到20号在天津将举行为期四天的 台湾妈祖联谊会的交流参访活动 有来自台湾的参访团一行40人将参加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武师表演 2月17至20号 台湾妈祖联谊会参访团到达天津进行交流参访 此次参访团由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坤 以及台湾各宫庙负责人等一行40人参加 活动第一天参访团首先到访天津天后宫 进行祭拜祈福向妈祖圣像献花等仪式 欢迎仪式一开始 武师表演开道大头娃娃随行 气氛十分热烈 由天津市台办南开区相关领导和负责人 在古文化街北口迎接 随后天后宫五名工作人员 向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副会长 福建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献花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后疫情时期 弘扬妈祖文化传承妈祖精神研讨会 妈祖在我们两岸是整个是 也可以说是两岸的和平女神 那妈祖早期从梅州到台湾到北方 那最重要我们天津市的妈祖跟南方比较不一样 比较年轻 决定了 好 谢谢大家